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易部的负责人游客友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 这个会设的方面 今天的方面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脂调整商品剧烈震荡 原油大仿长农商品下跌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今天股脂期货小幅调整 而商品市场呢呈现出一个多空商办的格局 饲料油脂表现较弱 钢铁古物煤炭呢也是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 而原油化工品成为今天零涨的板块 软伤建材和油色呢也是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所以今天整个方面呢是多空交织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排行榜 先来看到DOTO方面 PTA是强势的涨停 成为今天一个亮眼的明星品种 LU 燃油 原油 EB 涨幅呢也都超过3%以上 所以今天主要是原油化工品 占据了DOTO的热点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铁矿石大幅下跌5%以上 那么日内表现十分弱势 花生 红枣 菜破 生猪 菜油 这些品种呢跌幅也都超过2%以上 所以今天空头呢也是有一定的机会 所以今天整个旁边呢是一个多空 参半的一个局面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 具体一个走势 现在看了多的方面 那么原油 近期呢也是出现一个较大的波动 那么前期连续暴跌之后 那么今两日出现快速的反弹 这个也是受外盆的影响 所以说导致价格波动比较大 由此呢也带动了化工品的一个波动 那么燃油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下跌之后 达到前期关键位2400这个位置 那么出现一个前进的反弹 目前呢再次回到一个关键位附近 利青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达到前期关键位出现反弹 反弹的幅度呢相对来说弱一些 但是整体呢也是处于一个 局间宽幅震仍的格局 那么再来看到PTA 那么PTA呢我们也是仿佛强调 近期波动的也是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突破了三角形态之后 冲瓜河落 那么昨天大幅上涨 今天更是直接涨停 表现比较强势 目前呢再次回归一个 震荡偏强的格局 关注它后世的一个表现 如果继续走强 可以进一步跟踪多头的机会 再来看到纯减 那么纯减呢还是延续了一个多头的态势 昨天大幅上涨突破区间上演之后 今天呢是继续撑出新高的水平 目前2400这个关键呢 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 如果进一步向上涨突破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行情 再来看到甲存和野恶存 甲存和野恶存呢整体也是一个 震荡上涨的走势 但是日内打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出现冲高河落 所以说目前呢这个位置还是多空激烈争夺 当然呢大方向并没改变 所以说这个位置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摸顶做空 还是跟随这个多头的思路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刚才的一个情况 罗恩刚今天呢整体波动也是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震荡上涨 但是短期呢是处于一个区间载幅运行的一个状态 日内呢再次创出进行一个新高水平 所以说可以继续跟踪一个多头的机会 玻璃那么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前期创出历史新高之后 冲高河落 目前呢处于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 关注到后市能否继续向上突破走强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软商品的一个情况 棉花 那么近期呢也是震荡上涨 当然今天呢也是继续创出近期的高点水平 并且达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那么整体表现呢还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关注到后市能否再次突破前期的高点 创出新高的水平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走势 当然波动性也是比较大 所以在操作上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这个仓位 白糖 那么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区间宽幅震荡的格局 那么近期呢也是连续的上涨下跌 然后再次快速的反弹 整个来说 目前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状态 那么可以关注一下短头的一个操作机会 在区间震荡之内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短线的操作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那么今天铁罐室呢是成为领跌的品种 滴开滴走 盘中更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 打到前期关键位附近出现反弹 目前呢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区间宽幅震荡的格局 那么关注一下短线的操作机会 那么目前呢还是一个大方向没有确定 所以说尽量以日内操作为主 再来看到花生 那么花生近期波动也是非常大 前期呢大幅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打到一万关口附近 快速的通关火落 目前呢再次回到区间的关键位附近 所以说整个波动性也是非常大 那么我们在这种操作的时候呢 尽量以这个短线操作为主 再来看到红枣 那么红枣近期也是大幅拉伸 然后涨停 冲高回落 那么目前呢也是再次连续的下跌 整个来说近期波动性非常大 所以这种小品种其实稳定性呢是比较差的 我们尽量以短线操作为主 再来看到双破的一个情况 那么双破前期震荡上涨之后 冲高回落 今天呢是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那目前呢也是重新回到区间之内 那么日内走落呢可以关注一下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那么再来看到鸡蛋 鸡蛋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区间震荡偏弱的一个走势 那么震荡下跌 目前呢也是达到前期关键位附近 如果进一步下破呢也是可以跟踪一个空头的机会 那么再来看到玉米淀粉 那么玉米淀粉呢还是延续了一个空头的趋势 那么破位下跌之后 每天都小跌一点 整体来说还是一个稳步下跌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以空头思路跟踪它的一个后市的行情 那么可以继续趋势单持有空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旁边呢可谓是多空交织 整个旁边波动性也比较大 所以在现阶段呢 我们在操作上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置 那么我们给大家制定现阶段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 涨地参半 激烈争夺 多强空弱 保护利润安全 那么这个是现阶段的有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交易策略 多久热点品种 主要是黑色系当中 螺纹和玻璃呢可以继续跟踪 荒品 PDA 纯碱 包括甲醇油耳醇这些品种呢 也是现阶段的热点品种 农产品主要是棉花和白糖 那么也是可以去重点跟踪 空头热点呢主要是农产品当中呢 玉米淀粉和鸡蛋 主要来说空头走势是相对比较良好的 那么像红枣 苹果 花生这种大幅波动的品种呢 那么我们今年以短线操作为主 短空作为一个对冲 好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的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